雲端一點之後,你從新增 好,更多 有沒有發現這裡就有一個協助平台 是的,就從這邊,所以他以後就好像 單一檔案一樣,就在你指定的這個資料夾裡面 那因為我現在是共用資料夾,所以就 先確定 那你進去之後呢 各位進來之後呢,你看到 一進來,他就 是不是就有一個頁面了 對不對?那當然其實我們建議各位,你就先從右手邊主題 一樣,先選擇 一個你喜歡的 那個主題的範本 主題的範本,老實講真的不多啦 以後他其實我相信會再增加 就是你從上面的這個主題 你先進來 進來之後,選擇哪一個你覺得比較喜歡的 稍微比較喜歡的啦 那你就點下去 那文字的顏色呢,你也可以從上面去設定一下 這裡 有沒有 這邊 字型的樣式 這裡還可以做一些選擇 濃的,淡的,有沒有 經典的 他馬上都會變給你看 很抱歉啦,網頁上的中文 有什麼比較好的選擇嗎 沒有 主要就新系名標凱跟那個黑體 所以如果你是中文字的話 真的沒有什麼好選的 真的沒有什麼好選的 這樣OK嗎 就是這些基本的 好,那你設好之後呢 你可以發現 你要怎麼用 先從這邊來,你看 檔頭 檔頭的部分,你可以選擇 就是 到底是只要顯示標題 還是要有圖片,還是更超大的 因為現在的網頁流行這一種 頭大大的 就是那檔頭那張圖要特別 吸引人 對不對 聖教的內容裡面那些圖 就 還好 所以 這張圖呢,你可以選擇你要哪一種 如果只有標題,你的上面就比較小一點 橫幅是預設的 還是你要更大一點 就是你的內容,我是比較完整的 比如說你可能是做一個類似像廣告一樣的 那你在這邊 他點了這個之後,這個頁面有沒有就更高一點 對不對 好,那這個呢,你可以試看看 可以稍微試看看 那首先呢,這是你一個新的頁面 你可以在這邊 我就先把它收起來了,確定 那 這裡你可以直接輸入你的標題 好,比如說這個是 好,假設這樣子 那這邊有沒有變更圖片 你就從這邊選啊 從這裡去選 看你是要 要 自己上傳自己的圖 還是你要直接從 Google裡面 也有一些內建的圖 你可以去選 來,你看一下 有沒有一些圖庫可以選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 沒關係 事實上這邊的搜尋也好 或者甚至你直接怎麼樣 透過 你的雲端硬碟的 內容 還是你的相簿 也都可以找看看 你看 就找一個你覺得比較OK的 好,選取 有沒有就進來了 所以標題漂亮就可以了 真的 現在網頁就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你只要找到適合的圖 就OK了 但是我比較不建議各位 就是你在這個標題的部分啊 就是這個圖片的部分喔 你如果有文字在裡面 他有可能會幫你裁切一下 他會幫你稍微裁切一下喔 你看喔 比如說我這邊 雖然我選了這一張 我用這個書 這個可能會比較明顯喔 我選了他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好像不大一樣 哪裡不一樣 因為他沒有幫我稍微裁切一下 我剛剛是不是有看到完整的書 對不對 那右下角這裡有沒有看到一個這個 最近 從去年開始 Google 的那個文件 簡報 Excel 就是試算表 都有這個東西喔 這叫什麼 探索 也就是 他 他會想要幫你 調整一下 就是有一些 有沒有覺得不大一樣 有沒有發現有稍微改變一下 對不對 所以 你可以從這邊稍微設定一下 這樣了解了嗎 那你這個標題的部分呢 一樣我剛剛講的 如果你不想要放在這裡 可以放別的地方 當然可以啊 一定要那麼大顆嗎 不一定 小標題 有沒有小一點 那你自己決定你要放哪裡 這樣有沒有清楚了 所以這些你都可以 還是屬於你可以自訂的喔 自左自中自右 甚至你要怎麼樣 做超連結都可以 就剩下的 就剩下的 很多功能都沒有了 但是就是 變得很簡單 這是檔頭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就 先從 進來之後 把 主題先選好 接著 就把檔頭設好 剩下的就是什麼 就是 內容的部分 內容的部分 在這邊 你就可以回到這個 插入這裡來 可以回到這個插入這個地方 好那你看 在這裡我想要先有一個 文字區塊 點進來 有沒有文字區塊就進來了 好 然後比如說這個是 第一個好了 第一個叫導讀 一樣的 你就把看你的是標題 是不是大標題 有沒有 他的顏色樣式都跟剛剛那主題有關係 都跟他主題有關係 那你可以再插入你想要的圖片 一樣 放進來 這是你自己的喔 對不對 這是你自己的 你可以直接用搜尋 也可以找相簿裡面 或雲端硬碟的 好那 或者是你找到的圖片之後 把網址直接給他就好了 這網址直接給他也可以 比如說我用搜尋的好了 比如說你想要找這個 好找這樣子 OK 這樣有沒有進來了 簡單喔 大小都會嘛 所以不用 講太多 但是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什麼事情 當你在拖曳的時候 好像有多看到 有某些垂直的東西 剛剛標題有沒有這些東西 也有 這是什麼 來你看一下我們簡報上面 那個新制圖 就是這裡 新版本的特色 12等份 就是這個 12等份 有沒有人要算一算 那你有沒有12等份 也就是說他把整個頁面分成12等份 以往的話我們在 設定那個圖的大小 或標題的大小 都是你可以很隨性 現在沒有 現在就是說他以 12 來當作是什麼 一個基準 當作一個基準 所以你看喔這邊 當我在這樣調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圖片在做什麼事情 我這樣子 可以變成他圓圖 真的有變大對不對 可是你縮小的時候 他不只是只有縮小 有沒有稍微 做點裁切 比例上的變化也出來了喔 有沒有發現到 因為他就是為了要怎麼樣 適應啊 所以你在拖動的時候 他都會好像 磁鐵一樣會自動吸入 一次就這麼大個 一次這麼大個 沒有辦法一次一點點 這樣有沒有了解 了解喔 所以這個你稍微留意一下喔 那你進來之後一樣的 如果你還有第2張第3張 你就再把它丟進來 好我們就再來這裡一個 好你看我把它叫進來 OK這裡把它縮小一點 好的 就這樣 所以 你可以試看看 這裡 如果你做到這樣就覺得滿意的 可以先預覽一下 在這邊 你可以選擇 預覽的時候 你可以來這邊 看一下 像這樣子 那 他應該有一個在下面 在下面這裡 有沒有注意到 用不同的裝置去檢視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在 手機上看的時候 有沒有自動變小 自動變成像這樣做導讀 在平板跟 電腦上比較沒有太大差別 不會差太多 這樣了解的嗎 所以新版本就是像這樣子 所以你要做老實講 真的還 蠻簡單的 那看完了記得 把它關掉 你就回到什麼 原來的這個畫面 就可以繼續再編題下去 所以你看我們這邊 有沒有發現 插入都跟誰在一起 是都 主要事實上都是什麼 就是Google的一些內容 雲端硬底的這些 服務在整合 所以你把這些服務 整合在一起之後 要做網頁 感覺起來 只是把這些服務都在一起 就這樣子而已 那我給各位幾分鐘 先稍微試看看好不好 我們先看看各位新版本第1頁 玩玩看 最不一樣的地方就是我剛剛講的12等份 不管你是文字也好 還是圖片 他就是會受到那個12等份的影響 他就是會受到那個12等份的影響 我們來講的 我先說 好嗎 好嗎 在這裡 好嗎 我們來講的